一场秋雨一场寒 终于迎来了两场的金秋 今天我开着蔚来EC6来到了浙江绍兴探访文人故里 提到绍兴 很多人一定都会想到大雨之水和卧星长胆的故事 又或者会想到从百草原到三位出入的鲁迅先生 而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啊 以上这些都不是 至于我为什么会开一台这么具有时尚感和科技感的车 来到这么一个有历史文化的地方呢 跟我一起去逛逛就知道了 先来说说我们今天自驾使用的这一台蔚来的EC6吧 它是未来生化细分市场之后的家座 也是继ES8和ES6之后 更加成熟 也更加让人有想买的冲动的一款车型 我们今天自驾使用的这一台是一款性能版的车型 它的最高里程达到615公里 最大系统公里达到了544马力 更是达到了725牛米这样的一个峰值扭矩 可以说是已经到达了跑车级别了 过来路上我们还特地回顾了一下之前 国庆期间我们开着电动车出游的一段窘途 而这一次 续航里程达到615公里的EC6 并没有让我们有任何的里程焦虑 吃饭的时候充电 吃完饭我们就出发 比那些燃油车是加油还要快呢 不过前提是我们的充电桩 要没有人排队的情况下 烟雨江南人才辈出 绍兴更是出了不少文人模特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不是那些分流倜傥的江南才子 比如说柱织山 唐伯虎 而是绍兴的师爷文化 古代有句话叫无绍不成崖 不难看出绍兴师爷一直都是乔鼠般的存在 他们游离在科举考试的边缘 却又成为了左右地方政务的主力 他们的级别远超于一般意义上的助力 却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管家 按照现在流行一点的说法 就是高级顾问 不同于我身旁的Nomi 对于我来说 Nomi更像个随时stand by私人助理 其实也就是狗头军师了 嗨 Nomi 嗨 帮我把温度调到一点 要调到多少度 调到24度 OK 绍兴自古人们风趣就十分盛行 年年在科举考试当中啊 竞争都十分的激烈 正好当地的官员很多都只学过 像四书五经这样的必修课 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地方事物啊 这样接地气的一些具体的事宜 包括行律都不是特别的熟悉 于是呢 就有一部分有才华的人 开始硬提西进 有了职业事业 事业不止绍兴有 为何绍兴最有名 而且事业这个职业啊 并不是正式编制中的朝廷官员 按照现在的定义 连纹纸都算不上 那么多的能人医生 为何愿意屈居人下 只做一个事业呢 今天我和未来EC6一起找到了答案 古代人们非常的注重地缘相情 代代相传 于是便有了一个像产业集训店一样的地方 跟我们今天知道的练习生差不多 但是事业的入行门槛非常的高 而且呢 绍兴自古社会风气 它就是一个纯文重理的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说从小就教导这些孩童们 他们一定要耿直勤勉 才终于有了文明天下的绍兴事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开着前卫时上的EC6走街穿巷 有种时空穿梭的感觉 事业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几百年后的绍兴街头 能够出现这样零白仅需要4.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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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